一样在台南的元宵盛世就是盐水风炮 不过您可以看到这个炮城炸出来的时候有400多座 许多民众全副武装就在这边一起来感受这样子的威力 就希望透过烟炮炸的这个仪式来解除厄运 不过其实盐水风炮这项活动的危险程度 还曾经登上全球十大最危险祭典之一 而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50多位民众挂彩受伤送医治疗 民众全副武装放眼望去就像一座安全冒海 台南一年一度的元宵庆典盐水风炮正式登场 风炮炸裂声响划波夜空近距离感受如同枪林弹雨的刺激感 也要绕着神轿跳动身体祈求观圣地均继续保佑 盐水小镇犹如不夜城越炸越热闹 四百多座的风炮炸整夜 保护我们平安还迫走 有滚区 有没有被打到 有 可是我们有防护罩 感觉越来越旺 期望能越炸运越旺 盐水风炮历史传承130多年 去除厄运的习俗也让不少旅客前来朝圣 只是这百年庆典也登上全球十大最危险的祭典之一 救护车一台接着一台冲进现场 近五十位民众进行爆炸急救 烧烫伤十二位 撕裂擦伤二十九位 眼睛进入义务则有五位 一位接着一位进入医院 既然风炮的危险程度居高不下 尽管如此 民众依旧热情不减 热力起雾 期望在元宵节庆 能炸除旧不新 好运农农time 记者组合报道